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了首批的协定 台湾方面立法院正在审理的阶段 行政院跟外交部都喊话 希望能尽快通过 而总统蔡英文出席亚洲台湾商会活动时 也再度强调要深化和各国的经贸合作 建立具有韧性的跨国供应链 和在座台商致意 总统蔡英文出席亚洲台湾商会 联合总会的礼监事会议 谈话内容聚焦国际情势 面对维权主义的扩张 台湾也一定要跟各国 持续的深化经贸合作 共同建立具有韧性 而且安全的跨国供应链 台湾要走向世界 成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力量 交换各国强化经贸关系 除了积极争取中的CPTPP之外 台美21世纪贸易决定 首批内容已经通过美国参议院审查 行政院长陈建仁喊话国会 加速通过 加速台湾融入国际社会 台美经贸是历史性的里程碑 也可以强化我国在各议题 以国际接轨 展现我国符合国际标准的决心 立法院召开联系委员会 主要和美方接洽的经贸谈判办公室 副代表杨真妮 和外交经济等各部会出席被询 将来通过后 对台美之间的贸易关系 还有台湾的国际参与 都将有实质帮助 记者林盛俊鸿为财 特别报道